第11題 若以箭頭方向表示電流或電子流方向 則下列選項中 哪一個電路裝置表示的電流方向或電子流方向正確 我們曉得電流方向是從正極流到負極 所以從正極流到負極 所以選項A是所謂的電流方向 而不是電子流方向 電子流方向會與電流方向相反 它是從負極流到正極 就像我們的選項B所顯示的一樣 所以第11題問我們說 則下列選項中 哪一個電路裝置表示的電流方向或電子流方向正確 我們答案選的是B